很喜欢那种崇拜品种 那崇拜品种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五号链接的 这种叫南光 但是崇拜品种的浮花能力通常都会比单半品种要差一点 就是说它的浮花量 就是春季开完之后 它夏季和秋季的浮花量 通常都会比单半品种要少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很在乎崇拜或单半 或者说你特别就是喜欢单半的话 那我很推荐你选八号链接的大道系列 就好比如说我们以前这盆萨拉 还有赛尚 还有欧拉拉 欧拉拉这个品种真的是 它在大道系列里面算是秋季浮花量最多的一个品种了 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个粉红色的 大家可能看到有点浅 是因为它这朵花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这种新花开的时候 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直播室里面 就是在这里待了几天 没有下到太阳 所以说有点浅 不过真实的话 真实大家如果晒太阳的话 就把它放在像阳处种植的话 它颜色稍微会深一点 不过也不会深太多 欧拉拉基本是这样子 它的特点就是花多 它基本上算是大道系列里面 花量最多的一个品种 像尔曼 像尔曼 好像特别把它放在一个比较近的地方 然后就不知道给我放哪里去了 夏尔曼目前长势还可以 高度大概在这个位置 高度大概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你现在买的话 应该不会像 不会像 不会像 在上这样子 就满满的 它就到支架这一块 是有条纹 因为它有点浅 如果你拿近一点看的话 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得到 拿近一点看它是有条纹的 只是因为这几天在直播间里面 待它比较久 这一批是周三拿进来的 周三拿进来的 所以说 但一直没把它拿出去 然后今天直播接着用 所以说 这样子 郁金箱啊 郁金箱看 如果你现在是 你买到五度球的话是可以的 不行 现在外面有点 诶 现在差不多可以 差不多可以 因为我们正常来说 我们一般说是11月份卖 11月份卖的话 以下也可以做 好 这个还有一个大道系列 也是 刚刚讲的三个大道系列 分别是我们 都在二号链接啊 分别是欧拉拉 赛尚 就是我们赛尚 还有我们的萨拉 都是大道系列 很适合恒渣的品种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品种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大道系列 那就是我们的吉萨尔 吉萨尔 它的各方表现跟我 之前刚刚给大家讲的 那个大道系列的特点是一样的 开花矮 一般冬天重检之后啊 它春天的开花高度 我们重检的话 我们一般是剪到这个位置了 就是留一到两个之节 大家可以留两到三个之节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高度要求 所以我们剪到一到两个之节 但是它的开花高度 剪完之后它的开花高度 可以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开 开不少花了 可以开不少花了 所以说它的开花高度真的是特别的 也是我们 虽然是我们花展的一个御用品种 就是每次花展的话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品种 北京现在有点冷 基本上一看我们 除了那个长绿的品种 长绿的品种 你就北京就不要种了 然后剩下的几个品种 如果你在那个品种名旁边 有看到有F系的标识的话 你也不要种 其他的品种都可以种 你好 落日啊 落日是个好老的品种 我们好像好久都没有卖过这个品种 开了花之后现在不动了 你要看情况 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 没有去给铁锡链 下磨的时候 没有去给铁锡链做收剪 然后整个枝条 还是春天长出来一股枝条 所以说相对来说 它的枝条 像我们现在这些枝条 它是新的 就是我们下磨去给它做过修剪 所以大家其实看到 其实下面的枝条 可能下面的叶片 它其实有一点淘汰掉了 因为有点发黄 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叶片也是有寿命的 但是上面的叶片都是新的 然后这种新的枝条 新的叶子 它的活力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它开花量比较多 如果说你没有修剪 或者说没有修剪特别多 在这种情况下 它开花之后 它整个枝条的活力 不是特别好 因为另外也有可能是 你这边养分不够 或者说中间缺乎水 或者让它伤了一点元气 或怎么样 都是有可能的 没有胖空 大家有事情了 一面养 魔法喷拳 其实跟我们的钻石 长得很相似的 这样说我今天好像没带过来 没有带过来 嗯 阴面养的话 像我给大家拿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品种 嗯 就比如说这个啤酒吧 它是一个紫色的嘛 但是如果你把它养了阴面的话 就包括你那个魔法喷泉 应该是红紫色吧 是红紫色 在中间感觉那个过度色 然后如果说你把它养了阴面的话 它就会 一般就会造成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它涂涨 一个就是它花色变浅 就好比说 就好比说这款奥拉拉吧 这奥拉拉本来是一个粉红色条纹款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拿近一点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它颜色比较偏白啊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 像这个新开的花啊 像新开的花 它在直播间里面待了几天 没照到太阳 所以说整个颜色都会有一点偏浅 那如果说你自己在阴的 就是比较阳光不够充足的地方 养这种铁线帘的话 它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颜色偏浅 然后这一颗是我们在 太阳底下就一直露天养的嘛 所以说这是啤酒啊 也在我们二环连接 据说它的颜色紫的还是蛮正常的 半年没长期间当然不正常 你项目有做修剪吗 像我们这个其实都是 嗯哦对 这个啤酒没有做项目没有做修剪 因为我们修剪完之后 它可能就不想发太矮的给大家 这个啤酒没有怎么做 有做过修剪 但是没有没有重剪 所以说 所以说它的踏花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来说啤酒是个矮生品种 但是我们因为不能走 不能剪得太太那个 所以说嗯 所以说没有怎么修剪 基本上来说啤酒不不不生长的话 就是因为你可能环境不对 比如说嗯 光照不够啊 或者说那边不通风啊 或者说你肥料不够啊 或者说你没有做修剪 都是有可能导致它暂时不生长的一个因素啊 现在经典修剪还合适吗 你看你在哪哪个位置 你若你在江浙户 江浙户或者说在江浙户以南的地区 你还可以修剪一下 在江浙户以北啊 就特别是长江以北的区域 你还是不要做修剪了 因为原来说 原来说因为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这江浙户这一块啊 降温降得比较厉害 所以说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升温 如果不升温的话 可能就还是建议你就不修剪算了 那我们接着去讲我们的啤酒吧 反正都已经拿来了 才买回来的啤酒苗 才买回来的啤酒苗 才买回来的啤酒苗啊 嗯 现在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做修剪了 因为我们 现在整个嗯 啤酒的话 嗯 啤酒的话最好的修剪啊 就是嗯 在春季春季的话 它涨势其实还蛮快的 你做两到三次的打顶会比较好 你现在修剪的话 顶多只能打顶一次啊 打顶一次之后 嗯 如果说你在北方的话 可能打修剪之后 它可能天气一入寒 一天气一冷 它可能就逐渐进入休眠状态了 所以说它可能已经不会涨了 嗯 如果在北方的话 可能就不用修剪了 在南方的话 你可以试着再修剪一次啊 对小苗的话 像我们现在预售的铁线年 我们12月份就可以发货了 12月份发货的话 嗯 大家收到之后 记得也是在春天 建议大家去做两到三次的打顶修剪 嗯 这对我们之后的一个 铁线的一个分支性 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因为经常有花友就是 买回去 让它不停的往上涨 结果花也没开几朵 整个蜘蛛醒来特别瘦弱 其实嗯 要点就是在春季打的打顶两到三次 春天就不要开花了 嗯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的话 有一朵花自己爽爽也可以啊 但是真的真的不要让它 不要让它开太多花 批七批脚都是可以开花的 但是不要让它开太多花 到秋天再让它开花 开花会比较好 你的六声啊 六声换盆就可以 你六声现在 如果你现在买我们的六声苗的话 嗯 其实你不用修剪 因为我们春末的时候已经修剪过了 你要递摘的话 现在就可以递摘啊 然后我们现在讲了大道系列 然后讲了我们一些啤酒 就超矮身的 像这个啤酒的话 大家如果家里只有一个窗台啊 就是甚至连阳台都没有的话 只要你的窗台是通风的 会不会把它放在窗台外面的那种 嗯 画在窗台外面啊 你就可以种一颗这样的啤酒 这个啤酒 种检之后啊 特别是在春天啊 它是甚至可以说是不需要支架的 就让它做一个像吊篮一样的造型 都是没有问题的 啤酒 非常的非常的矮身 像我们春天种检 种检到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然后它可以在这个位置开花 然后而且像葡萄一样一开就开一串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春末 夏末的时候没有别啤酒做很重的修剪啊 所以说它开花高度比较高 但是它也是开一串 大家其实看到没有 它也是开一串 嗯 然后它也是不需要支架 可以做一个吊篮造型的一个品种 所以啤酒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品种 对 而且大家现在看的是它比较高的 它真正矮下来啊 就那种 甚至可以说是 嗯 一个 没有什么太大攀缘性的一个品种啊 真的是啤酒的 甚至没有什么太大的攀缘性 所以说 嗯 做那种吊篮 像我真的很不错 或者说就做小盆栽吧 真的你把它 嗯 春天种检之后 我自己种过一盆吧 像我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特别是你用那种 你把这个拿去种一个 嗯 稍微 口 口径稍微大一点点的盆子 然后让那个枝条 匍在那个盆内 生长 然后 开花的时候呢 它会在 它会出来那个盆的那个边缘一点点嘛 稍微垂掉一下 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 这是啤酒 这在我们二号链接 没有啊 这是下 春夏 嗯 春秋都开花的 现在是秋花嘛 这个是秋花 其实连除了像那种铃铛铁啊 那种单叶型啊 或者说是 嗯 嗯 长绿铁啊 它是一开就开一季啊 但是铃铛铁它春夏天的一开好几波啊 也不能完全说是只开一次啊 嗯 所以说 嗯 其他的品种啊 基本上上都是 全部都是春秋两季开啊 有些品种夏天也开花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大和 我们大和今天其实 也在我们二号链接啊 我们今天全部是打七折 然后我们铃铛铁链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铃铛铁链接 三号链接是从四折起啊 今天直播间是四折起 然后 嗯 大家等会我们再给大家 嗯 发一轮那个 嗯 那个三块钱的无门卡券啊 还可以再减三块钱 然后这个大和也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今天给大家带了两个规格的大和过来 一个是我们这种这个P14规格的 P14规格 叫我们二号链接 铃铛铁春天 要看情况在深圳那边 甚至可以在三月份 三月份就可以 三四月份就可以开花了 在我们 嗯 浙江这一块的话 江浙户这边的话 一般来说是 嗯 五月份 五月份就开始开 要从春末到 到初秋 然后是现在铃铛铁都有在开花的 我刚刚就带了一盆铃铛铛 等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还有铃铛铛在开花 嗯 所以说它是 开完花铃铛 开完花修剪一波 然后再开花再修剪 再开花再修剪 所以说整个夏天 虽然只是一季开花 它其实跨越了 就是说从春末到初秋 其实这个时间真的还是蛮长的 好几个月的 四五个月可以开放 大河 大河其实 嗯 怎么说呢 嗯 其实铁铛铛铛 它大河倒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嗯 不好养的地方了 就是有的人 它是F系嘛 F系 F系不是特别耐寒 所以说北京那一块的 就长江以北的花友 可能就算了 然后 有些花友说 这个大河它比较容易得利窟啊 就是F系的品种 其实利窟病倒也不是说 F系的品种才更容易得啊 就是说它其实也就是一个 环境影响 环境影响 就是 当然了 网话系的品种 再来会更PC一点 不过像两种F系 特别在 我们因为我们推荐给广东和深圳的话 花友是众神了 所以说在广东深圳那边一般就是 夏天温度比较高 然后特别下来长雨之后 它那个湿度比较大 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感染陰菌啊 所以说 嗯 你在养护这种户外植物的时候 不光是铁西年嘛 像绣球月季什么的 都是要实时打药剂的 特别是在夏天 呃 建议大家 就是说 做预防为主 就是半个月左右 打一次药剂 这样就 就可以很好的去预防我们的一个枯萎病了 多难需要打顶了 嗯 这样子的 大家如果是买我们的P11 P14规格 就是现在买的话 是不需要再做任何修剪了 我们已经给大家修剪过了 呃 打顶的话 打顶这个只适用于小苗啊 就是那种 小苗 我们P11 P14这种就不叫打顶了 就是修剪 只要 呃 一年基本上就两次修剪 呃 枝条的修剪就两次 一个就是 出春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夏末 只有小苗才需要在春天修剪几次枝条 北方啊 北方里大家想 纯漫品种比较合适啊 像我们的五花链接的蔚蓝绒球 还有我们的蓝光 都很适合北方 北方其实有很多南方花有想养 养不了的品种 但是北方其实 嗯 看看我的 嗯 蓝光 蓝光 蓝光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我们 2019年的一个年度植物啊 嗯 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 所以我们才选择它作为我们一个年度组 蓝光 你在北方养 效果会非常好 有花包可以换盆的呀 可以换盆的 哦 有毒的 还是不要让动物吃啊 也不要让小孩吃 这个铁信连其实在以前也算是一味药材 所以说还是 嗯 它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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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用来吃的哦 多少钱一盆 这个 跟价格 跟品种还是有关系的 呃 跟规格也是有关系的 像我这个 蓝光在我们的5号链接 今天 呃打7则就是56一盆 带盆带支架发货 而且目前蓝光整个整体的状态 不光是我这主要的这一盆 苗圃整体的状态都非常优秀 然后分支性啊 制条啊 整个状态非常优秀 因为我们项目给大家做过修剪嘛 所以现在制条都是新 全部都是新制条 整个状态都非常好 而且蓝光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 一个 一个 复花时间了 如果说你买的地方 特别是你买的 你所在的位置是在江州户 或者说江州户引南的话 还是可以开花的 然后收到有花包了 是可以换盆的 蓝光现在不保证带花包 因为我们蓝光在秋季的 它在春季的话 一般来说是可以在这个高度 在这个支架的高度开花的 但秋季的开花高度呢 它毕竟 它不像大稻系列 大稻系列是它的它的开花 春季开花和秋季开花的高度 都比较矮 在蓝光的话 它秋季的开花高度会高一点 大概在一米左右 所以说大家回去让它长长一点 长长一点 就可以再开花 就可以长花包开花了 因为我们发货是限高的 然后如果这条太高的话 塞到塞到那个包裹里面会折到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是 限高发货 何时进入收眠啊 何时一般来说11月份左右吧 11月中下旬左右 还是逐渐进入收眠 约瑟分 跟所有品种一样啊 都是初春和夏末小姐 长得好乱 长得好乱 叫盘呀 这些年就是要盘的嘛 然后所以说北方的花药啊 如果有没有养过蓝光 或者说像我们5号链接的蔚南融球 就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虫瓣品种 因为这种虫瓣品种在冬天环境比较冷的情况下 他春天开花表现会更好一些 特别是像南光的话 他冬天 抗寒程度啊 根据我们今年的一个失重啊 其实我们去年有做过失重 一直持续到今年 他在黑龙江 南光在黑龙江地区 就零下伏30度 呃 枝条没有做任何保护 然后只是把枝条固定了一下 就枝条直接在露天 呃 黑龙江 就露天过冬 春天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说他抗寒 护30度 非常的好 所以说基本上 北方的花友啊 去种这个南光 是不要有任何担心 他冬天会冻死的情况 呃 冬天你可以做修剪 但我们更建议是在出春 也就是立春 我们这边大话 立春大概就是 呃 二月份过 过春节的时候 不过在北方 北方的话 呃 他立春可能要到 就是春天 就看 真正温度开始回满的时候 可能要到三月份 呃 然后回满的时候 他这个枝条的 那个雅点啊 就是哪个雅点比较饱满 哪个雅点不饱满 你是在那个时候 你才看得出来的 然后你所需要修剪的时候 你要修剪到 饱满雅点的 雅点的上方 呃 这个时候 因为这样 因为到初春的时候 你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说你出春的时候 再修剪也挺好的 你要冬天修剪的也没问题 像我们自己都是冬天修剪的嘛 所以说 嗯 都随你 都随你 呃 一般来说你要看 你要你要养这种 崇担品种啊 我可以就是说 嗯 特别 南光还好 南光还好 如果你养一个 呃 老子开崇担花花的 今天好像没有带过来 就是说 如果你养一个 呃 老子开崇担花的品种 呃 比如说 帕特利夏 这个品种啊 我们有预售 但是没有现货 呃 如果说 想这种老子开花的品种 你想要 呃 花量大 你就得 你就得 嗯 多保留一些枝条嘛 但是 你又不想保留那种 不保满 不保满的雅点 这个时候的话 你家出春休闲的时候 你会 会更明确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 你买的是 看一下哈 你买的是像 嗯 斯塔西 斯塔西这种网花品种 它是 哦 斯塔西可能 虽然是网花长得比较狠 如果你做花墙花柱 你用的是像 黎明的天空 它 它是开一个蓝色单半的品种啊 特别适合做花墙花柱 如果是买这种品种的话 那里其实就 嗯 它是超氧型的嘛 全部是重点 所以说你就直接 比如说 这是墙 你就直接在这个位置 一刀切过去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管其他的 这也是 嗯 因为它其实 它的花权 它在新枝上面嘛 所以仰起来 特别是网花品种 特别皮实 皮实耐操 所以说 嗯 嗯 看你自己 啊 声音听不清楚吗 我们再把 我再把声音说大声一点 不戴帽子吗 有时候喜欢戴个帽子啊 对 这个是我们P15规格 就是我们的UP系列 UP系列 今天给大家带了两个品种过来 呃 一个是我们的伯纳迪恩 伯纳迪恩 伯纳迪恩呢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它花开也是开一串的 它也是一串 啊 UP系列是我们从 盆器 到支架 然后到彩标 到整个设计 直接是代理的一个荷兰品牌 呃 英文名叫 Upclaimers 然后我们翻译成中文叫 天天向上 然后全部都是圆盆圆土进口的一个 呃 所以说卖比较贵 圆盆圆土呢 我们也没办法 太贵了 呃 UP系列呢 主要是选用一些 他们 UP系列 而且若一买的是UP系列 就是天天向上系列的铁鲜莲哦 它全部都是艾维森的品种 所以说也都选择 艾维森 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种 我们今天带了两个品种过来 一个是 呃 伯纳迪恩 开这种蓝色花的 然后一个就是 呃 这个叫什么 呃 很高 呃 恩德里昂 恩德里昂 这个品种叫恩德里昂 恩德里昂 一个是粉红色的 一个是蓝色的 恩德里昂呢 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 因为我们其实也种了一年了哦 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 它的花瓣会稍微小一点 嗯 它的花瓣在这里 当然现在还开的稍微 稍微小了一点 到春天的话 花瓣要大一点 但是 呃 总的来说要比像 像这种赛上的这个品种 要稍微的 小一点 小一点 就是说 就是说它最大的尺寸 要比像赛上的这个品种 稍微小一点 但是 它真的是 富华能力特别强 不光 不光是像赛上啊 这种在春天秋天 富华能力也很好的 它夏天的富华能力也很好 它夏天其实也是开了一波花的 也是开了 而且 花瓣也非常大 这一串全部都是花 当然夏天的花也比较小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恩德里昂 这是我们的伯纳迪恩 然后也是打七折 在我们的二号年间 呃 都是历春的时候修剪 只是 修剪时间都是一致的 只是 方式不一样了 嗯 因为其实像 大概养一盆两盆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你养了好多盆富的时候 你有一个院子养了一面强的铁线灵的话 你是不太愿意去精细的去修剪的 相信我你就算第一年精细修剪到第二年 第二年第三年你也不愿意花那个精细去精细修剪 所以说 呃 一般来说就是 呃 因为养 墙墙面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用 都是用三类品种 像这种 呃 在上的话 它长高的话大概 它虽然是在春天可以在30到60厘米的高度开第一波花 但是它开完第一波花之后 我说是大盗系列 呃 在60厘米的高度开完花 大家不用着急 试点肥 它会继续生长 生长到90到一 以及一把一米二 走于这个高度区间内 它可以再开一波花 所以说大盗系列 基本都是在春天开两波花的 也就是说大盗系列的高度 它可能就是一米二 高一点可能叫一米五 就这个范围内 如果说你去做花墙的话 用大盗系列肯定是不合适的 它大盗系列比较适合盆栽嘛 但是如果说你用 像呃 黎明的天空 或者说是像呃 前卫 这种三类品种 爬 爬 爬高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修剪也很简单 就是 呃 这个 在这个墙角 这墙 从墙底往上数 大概十五明米左右 然后用那种大剪刀 直接一剪就可以了 嗯 两个小时光照 可以说养活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开花和生长 就不能保 就是说生长速度啊 开花的 花量啊 怎么样的 都都很难保证 都很难保证 只能说你尝试一下 因为说真的 呃 你虽然说只有两个小时光照 直射光照 但是我也不清楚你散光的强度怎么样 如果你散光OK的吧 说不定也OK 而且像这种乌托邦 我给大家看一下 乌托邦在我们几号链接啊 看一下啊 乌托邦在我们的 嗯 一号链接 乌托邦在我们的一项链接 整个目前整个场地的乌托邦 表现也非常不错 而且今天是七折 嗯 它它 大家如果 呃 光线不是特别好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花色比较淡的 像乌托邦这个品种 给你尝试一下 嗯 杜鹃 戒指 嗯 要不你回答一下 杜鹃戒指有包邮的吗 一包 杜鹃戒指吗 我上的那个戒指里面 好像都是包邮的 哦 好像都是包邮的 对 要不你试着尝试购买 看看给不给邮费 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那个机会那里面 里面的话都是包邮的 对 稍耐 因为像我之前说的 链接连如果光照不够的话 它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涂涨 就是这种 这种每一个肢结之间的距离会变长 但这个也比较好解决 稍微把它盘 在支架上 支架上排密一点 倒也不会说长得特别高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没办法避免 就是它花色会变浅 所以说可以 但是如果说像 乌兔邦它本身花色就比较偏浅 所以说 它 这种低光照对花色的影响 就不是那么大 然后我之前也说了 如果说你选择像 啤酒啊 或者说是蓝光 这种花色本身就比较深的品种的话 影响可能就会比较 就会比较大了 所以说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只能说尝试一下 不能不能保证太多 大河FC任意剪 我看看大河 大河真的带两个规格 都在我们二环链接 我就给大家看一个 一家人规格吧 这是一家人轮的原本 然后 然后 呃 F系大概 呃 有个有两个 哦 有一只芒果虫 好像被干死了 呃 大河的话 它是F系嘛 然后我们 我们二环链接的F系 其实也都标明出来了 像我们的大河 赛希尔 星幻子 还有幻子 然后 呃 特点有两个 一个是花量特别大 就是说单根枝条花量特别大 一根枝条开个二十多多 真的是 也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的分支性 那个F系的品种 分支性都稍微偏弱一些 呃 一般来说大家买我们的大河 呃 照比说像这一个的话 这一个 大家其实看上去长得很茂密 其实是两根枝条 所以说大家买我们的大河 买我们的星幻子 买我们的幻子 或者说买我们的卡西斯 都在我们二环链接 呃 大家说到货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一根枝条 或两根枝条 都是 很正常的 因为它的分支性就是 天生偏弱一点 然后 嗯 像我之前刚刚直播开始的时候 说过 提升铁性链的 分支性的这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是修剪 一个方式是等春春天长 损牙 然后后修剪的话 尽量修剪的稍微矮 嗯 靠近底部一点 因为我们希望那个分支点 越靠底部 它这条获取营养就会越容易一些 所以说大家建议大家买我们的P11 的大 P11的 大河也好 买我们的P1加能大河也好 头两年就好还是重剪一下 啊 这样增加一下底部的分支性 然后 之后的话再清点都可以的 扎染了 嗯 扎染其实今天带过来了 其实我周三就带过来了 然后 嗯 一直没拿回去 在室内放着 有点 有点 拎了 有点拎了 就不给大家看了 扎染目前还不错 嗯 基本上都是带花包的 但是有点超高 嗯 我们会给 发货的时候 会 会给你稍微 弯一下 会给你弯一下 然后 然后扎染这个品种 是个十字花科的 在我们的 一号链接 在我们一号链接 嗯 嗯 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种 然后 不然是花的颜色很有特点 像是人工染上去的一样 像是水彩 染上去的颜色一样 有一点不均匀 然后 喜欢的人呢 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 表现嘛 倒也 倒也说是 正常吧 正常 花量嘛 到 三类品种 它 三类品种的花量一般都是 开的越高 花量越多嘛 所以说在 这种高度 在这种 呃 P14 P11的高度上 花量还是 要相对于大到的品种来说 要少 少一些 少很多 嗯 所以说如果你是盆栽渣染的话 可能花量并不会特别大 但是如果说你是地栽 渣染 然后让它开一个 长个两米高左右 那个 那种花量就变 就要大了 所以说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是地栽的话 它的花量是ok 是ok的 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盆栽的话 花量会偏少一点 呃 呃 我们铁线连基本奈涵的 你只要不选 那个长玉系列的链接啊 你点下左下角 我们那个购物袋 我们 呃 四号品种是长玉的 然后三号品种是 呃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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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你也不用选了 三号品种和四号品种都不用 呃 还是我 5号链接,里面标注FC的品种也不用选,其他的品种都可以选 就是东北的这位小伙伴 渣染,渣染的话,春秋两季吧,春秋两季 我们现在的苗果渣染已经开始复花了 蔚蓝绒球啊,蔚蓝绒球,看一下,蔚蓝绒球有带过来 我看,我把它放了 是不是在这,哦,不是 就是我们选盆子的话,一般跟花色来,蓝色的就用蓝色的 哦,在这,哦,在这 这是阿拉贝拉,阿拉贝拉贝拉,我讲一讲 蔚蓝绒球,讲一讲 蔚蓝绒球,今天我们带的品种特别多啊,所以说可能有些品种一时八会就找不到 蔚蓝绒球,我应该有带过来吧,我感觉好像,一下子找不到 嗯,深圳的话,你只要不是我们那个长绿品种啊,就是我刚才几号链接啊,深圳的话,嗯,嗯,你只要不用我们的那个四号链接的长绿品种,其他品种都可以种 但是我更建议你种一些单半的,不管是早花晚花,我都建议你种一些偏单半的品种 因为,嗯,重半品种,就算是,嗯,像我们这种新老池都是开重半的蓝光 在深圳那会开,也能开花,就是开的不是特别标准 嗯,就是一样,嗯,基本上四个小时只射光照就可以,就其他的散光就可以了 嗯,我的蔚蓝绒,嗯,不好意思啊,蔚蓝绒球,历史帮户好像找不到 蔚蓝绒球目前还可以,整个蜘蛛状态还可以啊,这我们发货的蜘蛛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弄花包嘛,嗯,我记得好像目前还说还没有,个别有花包 但是不能够,保证一定是花包,带花包,发货啊,如果你买的是像我们的约瑟芬,现在,这个约瑟芬我们现在是有 是基本上每颗都带花包了,所以说你要想,想约瑟芬也不错 但是蔚蓝绒球好像现在不太行,嗯,不过克尔蒙迪女士也在我们的5号连结吧,现在也是基本上,基本上都带花包了 对,两个节点,像我们自己的话,会留一到两个节点,大家的话,留两到三个节点就可以了 看你情况,因为像我们这种高度的支架的话,你留三个支节的话,实在是有点高了,到时候开花的高度可能 如果做的是一个,比如说你做的是南光,如果你把你修紧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它开花高度可能在这个地方,它就说支架不够用了,所以我们就修紧的比较矮一点 如果说你的支架比较高的话,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南光,如果说你是一个1米2的支架,或者说你只能有一个90米的支架 那我真的是建议保留一到两个节点,甚至只保留一个节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1米5的支架,那你可以留两到三个节点,就是可以了 嗯,银币这个品种要说话的,不要放到官室里面 嗯,银鱼啊,铁铁链链可以铃鱼的,千万不要觉得铁铁链不能铃鱼,我们苗圃大股 铁铁铁铁铁铁银